截止五间收盘 涨0.77% 深层值涨0.4% 微跌0.01% 3.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发布在即 将鼓励发展高端可降解材料记者近日了解到 为推动落实双碳目标 工信部制定了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 三大指数出现久违的起涨行情 市场连续的放量以及北向资金持续净流入 预示着后市市场机会不小 户指目前上行趋势已经明确 正在开启主升段行情 短期户墙深入格局预计仍将持续 深层值及创业板虽然大涨 但是暂时只一看反摊 后市应保持谨慎 规避前期涨幅巨大的赛道品种 其三 估值景气匹配角度 短期风格扩散下 关注新能源中的风电 轻能和燃料电池 军工中的航发 电子源器件 周期中的实化 建材等性价比较高的方向 宪音乐 转发 供带 中文字幕扩散下